视频翻译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是怎样做一个好的YouTube channel 它是来自Think Media 这个视频将近一小时 主要说了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在你准备好之前 你就要开始行动 也就是你要行动起来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 你这个频道的终点在哪里 就是它要做成什么样子 你要知道你频道的终点 你就必须问自己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就是 你的频道是做什么的 你的视频解决了什么问题 你如何赚钱 关于频道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频道是给谁做的 这是有一个特定的目标人群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人群 这个频道将无法服务任何人 然后就是这个频道解决了什么问题 一般人看视频 它都是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目标的 就它不会毫无所谓的 随便看一个视频 如果你的视频或者你的频道 是解决无聊这个问题 那它也是有一个原因的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频道 是解决什么问题 或是有什么出准的话 你怎么可能获得很多人来 粉你来订阅你呢 因为你不会去粉一个订阅一个 他自己都不知道去哪里的人 你的频道和其他人的频道有什么不一样 很多YouTube的channel在它的tagline 也就是它的channel picture上面 都会有它的mission 外国人很讲究一个mission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的channel没有目标的话 就不知道你这个channel是干嘛的 然后就是关于视频 每一个视频它都有一个goal 它都有一个目标 但是不是所有的视频都有相同的目标 相当于你的频道有一个大的方向 你的视频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个方向 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 比如说你想要更多的新人进来 你想要介绍某一方面 视频的目标受众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为了你的粉丝 或者你已经订阅的人 有些是为了新人 有些可能是为了游客 然后就是这个视频本身 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它本身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然后就是关于挣钱的事情 挣钱呢不能太急 你不能指望 你不能指望做一个频道 做节育的马上就可以开始赚钱 赚钱不应该是一个立即实现的目标 它更像是一个长远的一个结果 它这里边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一个人 他如果要去银行获得一笔贷款 他想做一个生意 那么银行肯定会问 你这个生意是做什么的 你的客户是哪些 你要怎么赚钱 如果那个人自己都说不清楚这几个问题 那么银行肯定不会带钱给他 现在YouTube上赚钱的方法也很多 因为很多 influencer就是那些 相当于自媒体人 他们是把YouTube当成一个 distribution platform 也相当于一个广告的platform 就他们会在他们的video上面放一个link 这些link 这些link同样是连接到亚马逊 连接到某些购物网站的 然后这个特殊的link会 generate 会产生一点百分点给这个自媒体人 就相当于你是引流 就相当于一个引流的功能 那么这个video呢 其实它会一直在那里 如果一直有新的人去看这个video 去点这个link去买东西 那么它将一直可以收到一些封城 其实相当于一首歌有版税一样 第三点就是为什么 它这里也引用了孙子兵法的一句话 就是任何战争在没开始之前 就已经决定了胜败 这话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能在建议你的频道之前 就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 它这里讲到了做一个事情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what 第二层在于如何去做 就比如说很多人都在做搞笑 但是他们搞笑的风格不一样 很多人都在做评测 他们评测的着重点也不一样 最核心的区别呢 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就相当于你的价值系统 你相信什么东西 这个作者呢 他是从小在church长大的 他的宗教意识 他的信仰是很关键的影响 他为什么要做任何事情 包括他说他自己结婚的时候很早 他是21岁就结婚了 他也很坦白的就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 就是因为sex的关系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 是不允许婚前性行为 然后他们结婚不久之后呢 他老婆就得病了 他必须要站出来 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里边 男人呢是一个家庭的head 就是他必须领导这个家庭 必须撑起这个家庭 女人呢是从男人的一个 肋骨上面分出来的 所以女人呢 一般性是协助和支持男人 然后他就想到了 要做YouTube 而且他做这个YouTube 他有了100万的订阅量呢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将近10年 他很早的时候就说 他在早年的时候 你别看他现在有 100万的订阅者怎么怎么样 他以前 刚做YouTube的时候 没有任何view 没有任何视频 也是没人看 就相信很多人 刚刚做的时候 都是这样 就是没人看视频 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他就是要有一个 这样的信念 或者要有一个 这样为什么要去做 这个东西的想法 来支持他 这10年来 一日复一日 一个视频 接着一个视频的做 把这个频道做起来 最终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这个其实就是最终解释了 你要做一件事 甚至于做一个频道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价值系统 Why?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你的动音越强 你的成功就越大 然后他也说到 他的价值观就是 做一个channel是有关leadership 就是领导力 你一个人要成为一个 有领导力的人 他有一个fifty-fifty的rule 就是说 有一半的人会喜欢你 而另外一半的人会不喜欢你 因为这个领导力 是有关于challenge的 你必须要提出质疑 他同时还提出另外一个观念 很关键 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那你只是一个取悦于人的人 就是一个让人舒服的人 你 你不能说你有leadership 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 都恨你的话 那你只是一个混蛋 这原话就是 if you want to stand out you need to stand for something 那我们这里的for something 就是进化互联网咯 是这样的 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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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